嗨,欢迎来到每篇 这里是一个唤醒女性内在力量的花园 帮你懂自己,爱自己,经营亲密关系,化解情感危机 欢迎订阅与13万独立女性一起做更好的自己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题目叫做 优雅女人自我管理的六个好习惯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生而为人不可能事实公平 但有一样东西却是绝对的公平 时间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唯一不同的就是你如何利用 有的人把24小时过成48小时 而有的人却只能过成一小时 还总是感叹时间不够用 那些能把一天过成48小时的人 必定善于管理时间 管理自我 他们也一定获得的更多 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 有伟大成就的人向来善于自我管理 若你也想人生不断前进 得到更深层次的升华 那么以下这六个好习惯 请务必养成 作息规律 快节奏的生活 让很多人都活在一个日夜颠倒 三餐不准 缺乏运动的世界里 晚上不想睡 早上不想起 三餐变两餐 餐餐高热量 能躺着绝不坐着 能坐着绝不站着 长子以往对自身的消耗是巨大的 不仅精神萎靡 无心工作 还会对身体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你必须要明白 人是不能被无限透支的 一定要保持良好规律的作息 身体才能有一个好的状态 时刻保持着充沛的精力 才能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把握住成功的机会 日本知名作家孙上春树 一直以来就是规律作息的楷模 早睡早起 健康饮食 坚持运动 就为了能够终生从事写作事业 身体健康是一切的前提条件 只有健康这个一存在 后面无数的灵才有意义 为了你追求的事业 热爱的生活 深爱的家人 请一定要有规律的生活 坚持读书 这两天我重温了朗读者 再一次被董青的魅力所折服 看到他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 你就能明白 什么是富有诗书 气自华 之前看过一篇关于董青的采访 说他的卧室里是没有任何电子产品的 并且一直保持着每天睡前阅读一小时的习惯 几乎勒塌不动 可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都不喜欢读书 也读不进去书 甚至有人觉得 反正读了也记不住 不如用那个时间看电视 打游戏 反而更快乐一些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就这样一点点被拉开 在这儿 我要告诉你的是 读书与不读书的人 真的不一样 三毛女士曾说过 读书多了 容颜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 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为过眼烟云 不负记忆 其实他们仍是潜在气质里 在谈吐上 在胸襟的无牙 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读书就是会这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你 更改变着你的生活 也许你并不自知 千万不要说读书无用 只要你坚持下去 终有一天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控制情绪 与人交往难免会意见相索 情绪崩盘 这时候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就显得尤为重要 好的情绪会让你事半功倍 身心愉悦 坏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工作 生活 同样一件事情 你带着不同的情绪去看待 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一定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再去处理事情 因为情绪失控时做出的决定 事后往往会让你追回莫及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随便把情绪发泄在亲近的人身上 这样既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让爱你的人受伤 发泄情绪是一种本能 而控制情绪却是一种选择 就像拿破仑说的那样 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比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 我们要学会做情绪的主人 而非情绪的奴隶 而当你学会控制情绪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成功了一半 在职场中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越是成功的人 他的时间观念越强 的确 我身边成就非凡之人 都很有时间观念 他们有着清晰明了的规划 到了什么时间就做什么事情 从不拖沓 能高效地完成任何一件事 而那些没有时间观念的人 做事往往容易手忙脚乱 工作和效率大打折扣 工作结果大都不幸人意 失败的人或许各有不同 但成功的人 必定都对时间有着绝对的把控 有时间观念 不仅是对别人和自己时间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和别人生命的负责 换言之 如果你热爱生命 就不要浪费时间 因为生命正有着一分一秒构成 从现在开始 合理规划时间 保质保量完成 坚持一段时间后 你会发现 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 当你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 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 反思自己 古人缘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人活在世上 事物完美 人物完人 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犯错 犯错不可怕 可怕的是 总把错误 怪到别人身上 家家 就经常这样 安排给他的工作 没完成 不想着 是自己能力不足 却觉得 是上司 故意为难他 同时之间 发生了矛盾 明明是他 收华带字挑事 却怪大家 不包容他 同组一起做项目 他负责的部分 出了披露 却怪别人 不提醒他 无日三省无身的道理 每个人都懂 但真正能做到的人 又有几个呢 第一时间 都会想着 如何推卸责任 如何撇清关系 不会从自身寻找原因 若你一直如此 只会责怪别人 恐怕一生都将 碌碌无为 相反 当你开始反思自己 就能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不足 从而更加深刻地 认识自己 学会从失败中 汲取经验 及时改正 才能离成功 更进一步 静坐 长思挤过 闲谈 莫论人非 人生就是在一次 又一次的反思中 变得日益完满 坚定梦想 周星驰在少林足球里说 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 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这句话听起来十分搞笑 但仔细想想 还真有几分道理 人如果没有了梦想 他就会缺乏奋斗的目标 没有方向 没有意义 每个人生来都是一张白纸 而梦想就能让这张白纸 变得五彩斑斓 有梦想的人 从来都不畏惧前行路上的艰险 不会轻易放弃 总是充满斗志 爱迪生就是如此 他从小就梦想成为 一位伟大的发明家 在发明的道路上 经历了无数的苦难磨练 但凭着自己对发明的热爱 对梦想的坚持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发明家 只要你明确自己的梦想 并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总有一天会实现 即使付出万般努力 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但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 你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生命是一场孜孜不倦的求索之旅 不止于外表更深入心灵 养成这六个自我管理的好习惯 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丰盈 本期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 请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或转发 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同时为了更好的和粉丝互同交流 我们在脸书也创建了公共主页 点击影片剪接下方的链接订阅即可 每篇主撰阿豪 每天会定时查看私信 阿豪精力有限 会优先处理脸书的超级粉丝 期待与您在脸书相遇 每篇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心感悟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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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